大家好 同龄职业技术宣言呢 就是因为争抢洗衣机呢 发生了不好的事件吧 非常离谱 就是听说过这个大学呀 因为感情发生冲突的 就是没听说过因为争夺洗衣机 争抢洗衣机 就是双方呢 就是动了这个家伙 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2023年的4月16日 同龄职业技术学院呢 两名男生 因为就是说生活琐事啊 发生了纠纷啊 其中一人啊 拿这个水果刀 导致另一个人就是不舒服啊 从这个现场来看呢 已经就是有人啊 录这个视频拍摄下来啊 一开始啊 就是以为这么多啊 就是说红色液体 吓了一跳啊 吓了最后还是 这个通报 就是最后啊 没事啊 看来呢 就是说避开了这个要害啊 避开了要害 这个 这个拿这个冷冰器的这个人啊 居然就是和没事 没事人一样 他这个事发后啊 不去看这个书上的人 怎么讲了啊 就是跟走得慢悠悠的 跟没事人一样 还好呢 就是有好人啊 看情况不对啊 赶紧去扶人啊 赶紧扶人啊 赶紧扶人 就是年轻气盛嘛 现在就是说 已经成年了 做什么事都要 就是 担责任啊 父母呢 也要就是 跟着受连累啊 受连累 就是任何后果吧 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承担 得起的啊 感谢收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